猛猛唱唐詩 嗨 小朋友好 小朋友有沒有跟爸爸媽媽 去寺廟裡面拜拜過呢 每到新年的時候 寺廟都會敲鐘 祈求大家平安又幸福喔 今天我們要欣賞的唐詩 就是詩人去廟裡面 拜訪一位朋友之後 所寫下來的心情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蒼蒼竹林寺 搖搖鐘聲碗 合力帶斜陽 青山獨歸圓 蒼蒼竹林寺 搖搖鐘聲碗 合力帶斜陽 青山獨歸圓 蒼蒼竹林寺 搖搖鐘聲碗 合力帶斜陽 青山獨歸圓 青山獨歸圓 這首詩啊 詩人拜訪朋友以後 要離開時所寫下來的心情 不過並沒有寫出 當時因為分開而難過的心情喔 反而是寫下當時美麗的景色 那現在就跟著 某某姐姐一起來念一次吧 蒼蒼竹林寺 搖搖鐘聲碗 合力帶斜陽 青山獨歸圓 小朋友都學會了嗎